大家好 我是六度世界的六博士 我与小六子为大家主持 挑战口味极限 节目主要内容包括 1.酸辣木瓜与甜蜜芒果的热带风暴 2.非胡椒草莓 清香与甜蜜的碰撞 3.咸鱼冰淇淋 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那么小六子 可以先跟我们说说酸辣木瓜与甜蜜芒果的热带风暴 各位同学 朋友们 今天我们来聊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 酸辣木瓜与甜蜜芒果的热带风暴 这个话题听起来就像是一场美食界的奥斯卡颁奖典礼 让人不禁垂涎三尺 首先 我们得了解一下主角们 木瓜 这位热带水果界的酸辣小工具 不仅营养价值高 而且还有着独特的酸辣味道 是很多热带地区菜肴中不可或缺的配角 而芒果 这位甜蜜的诱惑 则以其丰富的甜味和多汁的肉汁 赢得了全球无数粉丝的喜爱 当酸辣木瓜遇上甜蜜芒果 就像是热带雨林中的一场风暴 激情澎湃 令人难以抗拒 在泰国 有一道名为木瓜沙拉的菜肴 就是将味成熟的木瓜切丝 加入辣椒 鱼露 柠檬汁等调料拌匀 酸辣开胃 令人胃口大开 而在印度 芒果则被制成了名为 芒果拉西的饮品 甜中带着一丝酸 冰爽解渴 是夏日里的完美选择 但是 如果我们将这两位明星放在一起 会发生什么呢 想象一下 木瓜的酸辣与芒果的甜蜜 在你的口中交织 这不仅是味蕾上的盛宴 更是一场文化的碰撞 在一些创意无限的厨师手中 他们可能会创造出一道 酸辣木瓜芒果沙拉 或者是一杯芒果木瓜混合果汁 让人在享受美味的同时 也能感受到热带风情的独特魅力 不过 我们也要注意 这场热带风暴 并不是每个人都能轻易驾驭的 木瓜中含有的木瓜酵素 对于某些人来说可能会引起过敏反应 而芒果的高糖分 对于糖尿病患者来说 则是一大挑战 所以 在享受这场美食盛宴之前 了解自己的身体状况 是非常重要的 最后 我想说的是 无论是酸辣木瓜还是甜蜜芒果 它们都是大自然 赋予我们的宝贵财富 在享受它们带来的美味的同时 我们也应该珍惜和保护我们的环境 让这场热带风暴永远不会消失 谢谢大家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黑胡椒草莓 新香与甜蜜的碰撞 各位亲爱的美食探险家 今天我们要来谈谈一个 看似不搭嘎 却又意外搭配的 天衣无缝的组合 黑胡椒草莓 这个组合 就像是食物界的罗密欧与朱莉叶 初看之下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但一旦结合 却能激发出 令人惊艳的美妙滋味 首先 让我们来谈谈草莓 这个红润欲滴的水果 自古以来就是春天的使者 象征助爱情与美好 它的甜美多汁 几乎能让任何人心话怒放 但你知道吗 草莓本身还带有一丝丝的酸味 这正是它迷人之处 就像是恋爱中的小小曲折 让人欲罢不能 再来看看黑胡椒 这位新香界的老恋嘉宾 黑胡椒不仅仅是一重调味品 它还是一种古老的货币 曾经在历史的舞台上扮演住重要角色 它的辛辣刺激 能够唤醒沉睡的味蕾 就像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舞伴 引领住我们进入一场味觉的华尔兹 当这两位截然不同的食材相遇时 会发生什么奇妙的化学反应呢 黑胡椒的辛辣与草莓的甜蜜相互碰撞 就像是一场味觉上的烟火秀 既惊喜又令人着迷 黑胡椒能够增强草莓的香气 同时中和其甜味 让草莓的风味层次更加丰富 这种组合不仅仅是对味觉的挑战 更是对传统美食搭配的一次大胆创新 想要尝试这种组合的朋友 可以在新鲜的草莓上 轻轻撒上一些羡慕的黑胡椒 或者在制作草莓酱时 加入一点点黑胡椒 这样既能保留草莓的原始风味 又能让黑胡椒的新香得以展现 总之 黑胡椒草莓这个组合 就像是一场味觉上的冒险 它证明了 即使是最不可能的配对 只要勇于尝试 也能创造出令人惊喜的美味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草莓和黑胡椒时 不妨大胆一点 让这两位看似不相干的食材 跳一场舞吧 说不定你就能发现 一个全新的美食天地哦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咸鱼冰淇淋 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咸鱼冰淇淋 听起来就像是食物界的一次大胆实验 或者说 是味蕾的一次冒险之旅 这种将传统食材与现代甜品结合的创意 不仅令人惊讶 也让人不禁好奇 这到底是美食界的一次革命 还是味觉的一场灾难 首先 让我们来探究一下咸鱼的传统 咸鱼 这个历史悠久的食品 源自于古代的食物保存技术 在冰箱和冷藏技术尚未发明的年代 人们通过腌制食物来延长其保质期 咸鱼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 它不仅是一种保存食物的方式 也是许多文化中的美食佳肴 它的味道强烈 咸中淡鲜 是许多传统菜肴中不可或缺的风味之一 然而 当咸鱼遇上了冰淇淋这个典型的现代甜品 事情就变得有趣起来了 冰淇淋 这个起源于欧洲的冷冻甜品 以其丝滑的口感和甜美的味道 征服了全世界 它代表着现代食品工业的创新和多样性 是人们用来对抗炎热夏日的完美武器 那么 当传统的咸鱼与现代的冰淇淋相结合时 会发生什么呢 这不仅是一场味觉上的冲撞 更是一次文化上的融合 咸鱼冰淇淋 可能会让人想起那些勇敢的探险家 他们不畏惧未知 勇于尝试新事物 即使这新事物听起来像是从食谱的反面世界里冒出来的 想象一下 一口冰凉的冰淇淋 带着淡淡的奶香 突然之间 咸鱼的鲜味在舌尖爆发 这种复杂的味道组合 可能会让人瞬间爱上 也可能会让人立刻摇头 但不可否认的是 这种创新 至少让咸鱼冰淇淋成为了话题中心 成为了那些寻求新奇体验食客的新宠 在这个故事中 咸鱼冰淇淋不仅仅是一种食品 它更是一种象征 代表着我们这个时代 对于传统与现代的不断探索和融合 它提醒我们 有时候 最不可能的结合 也许能产生最出人意料的火花 不管最终的味道如何 咸鱼冰淇淋 都是对食物界无限可能性的一次大胆尝试 是对传统与现代之间 界限的一次愉快挑战 所以 下次当你听到咸鱼冰淇淋这样的组合时 不妨放下成见 勇敢尝试一下 毕竟 生活就是一场冒险 而美食 往往是这场冒险中 最美妙的部分 各位观众朋友们 今天我们在六度世界的美食探险中 一起探索了酸辣木瓜与甜蜜芒果的热带风暴 黑胡椒草莓的辛香与甜蜜碰撞 以及咸鱼冰淇淋的传统与现代的融合 这些组合听起来或许有些奇怪 但却能带给我们新奇的味觉体验 这些奇妙的组合告诉我们 世界上的美食是无限多样的 我们不必局限于传统的搭配方式 而是可以大胆创新 尝试将原本不相干的食材结合在一起 有时候 最意想不到的组合 反而能创造出最令人惊喜的美味 同时 这些组合也展示了食物的文化融合 当不同的食材相遇时 它们带来的不仅仅是味觉上的碰撞 更是文化的交流和融合 这些菜肴背后蕴含着不同地区 不同民族的独特风情 让我们更加了解和尊重 不同文化的多样性 在这个美食的世界里 每个人都有着自己独特的喜好和品味 这些组合或许不是每个人都会喜欢 但正是这些不同的味道和组合 让美食的世界更加丰富多彩 最后 我想问问大家 对于这些奇妙的组合 你有什么样的想法吗 你会愿意尝试这些组合吗 或者你有什么其他奇妙的食物 组合想和我们分享吗 让我们一起来探索美食的无限可能性吧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